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此同学们给小黄起了个外号叫大便奔涌 被暗恋的女生知道自己糗事的小黄怒火中烧地想离开 小周却不以为然地说自己只是开个玩笑 小黄生气地把小周推到了路中间 小周为了躲避路上的自行车摔倒在一棵神树下 小周随手抓起一尊小神像向小黄砸了过去 小周找小黄理论 小黄说自己不是故意的 小周不相信 觉得小黄是在故意报复自己 于是小周生气地说 如果小黄是故意的就诅咒他被车撞死 当晚小黄发微信 说自己已经剪辑好了小组作业的视频 小周却私下给小美打电话 说自己想另外剪一支MV当成小组作业 第二天课堂上 轮到了小周这一组展示小组作业 但小黄一直没来学校 小周给小黄发微信 如果小黄再不来 他就展示自己剪辑的MV当成小组作业了 小黄回复小周 说自己已经到了 就在这时 老师的手机响了 老师接完电话后 向班里的同学宣布了一个噩耗 今天早上小黄在回学校的路上被车撞死了 老师宣布暂停展示小组作业 就在大家起身准备离开教室时 电脑开始自动播放视频 视频内容是小周诅咒小黄的过程 晚上全班同学一起到小黄的灵堂哀悼 不少同学都在议论 小周诅咒自己朋友被车撞的事 此时 小周的电话突然响起 小周走出去接电话 电话却断了 接着 小周收到了小黄发来的黑白照 和写着死字的微信消息 小美安慰小周别想太多 并和小周相约 明早一起去寺庙为小黄做膳事 小美回到家门口 正准备拿钥匙开门时 背后突然传来声响 小美一惊 不小心把钥匙掉在了地上 正当小美伸手去捡时 突然 有另一只手的影子伸了过来 小美把钥匙捡起来后 急忙地去开门 然而 此时却有什么东西 迅速靠近了小美 另一边 小周问妈妈 诅咒这种东西是否真的会应验 妈妈告诉小周 老一辈人曾经说过 如果有人因为你的诅咒死去了 那个人会把怨气都放到你身上 最后 你可能会死得比那个人还惨 随后妈妈让小周早点休息 就起身离开了 在给小周关上房门时 妈妈随口问了小周 为什么今晚没接自己的电话 让别人接 房门关上后 小黄的鬼魂出现在了小周房间里 镜头一转天亮了 小周一直等不到小美 只好先去了寺庙 寺庙的大师劝诫小周 说出去的话是不能收回来的 做任何事之前都一定要三思 大师和小周来到了神树下 小周向小黄忏悔 希望小黄能原谅自己 小周做完善事回到了班里 班里的同学发现 小黄的头像变成了黑白照 大家都觉得是小周的恶作剧 纷纷指责小周 就在此时小美的妈妈给小周打来电话 昨晚接到小美的呼救电话 赶回家 看到小美莫名其妙自己躺在路中间 差点被车撞 因此受了惊吓 进了医院 紧接着 小周和同学们一起上电脑课时 电脑又开始自动播放视频 一直在重复小周 诅咒小黄的话语 晚上班上有同学给小周发微信 告诉小周 电脑只是程序出了问题 让小周别想太多 并提醒小周 明天准时参加班级的野营活动 突然小周听到敲门声 小周询问敲门的是谁 门外传来了小周母亲的声音 小周走去开门 却看见 站在门外的是小黄的鬼魂 小周立马关上门 跑回床上 然而小黄的鬼魂也出现在了床边 小周吓得晕了过去 小周在医院醒来 看到了小美 小美说 小黄其实已经原谅了他们 接着小美让小周看了一段新闻 今早本应该是他们班级乘坐 去野营的那辆校车 出了意外 司机丧生了 而他们和班里的同学 因为被小黄的鬼魂下进了医院 所以都没有乘坐那辆通向死亡的小车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如需获取所解说电影的资源 请微信搜索公众号 夜晚三点半 回复电影名称即可 未经许可